今年5月 北京龚先生5岁的女儿在家里 被壁炉上脱落的条石砸中身亡 至今此事都没有一个了结 近日记者根据线索来到事发所在的小区 开发商也首次接受了采访 我想到的是工程质量的问题 施工质量是不是到位了 那么就像你讲的胶的幅度 胶的这个也就是斩截的这个面积 或者饱满度或者胶本 你质量是不是都合乎标准了 如果合乎标准肯定不是这个情况 除非它是有更大的外力破坏 这个问题您现在还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 这是石膏本 不是承重墙 您看看 这是石膏本 一颗钉子 一根螺丝都没有 两百多斤的大理石就靠一点脚水 站在一个石膏本上 今年5月17号 龚先生家里的大理石壁炉突然倒塌 他和爱人眼看着5岁的女儿被砸在下面 虽然立即进行了抢救 但几个小时后 女儿又想了生命 还是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龚先生在悲痛的同时 开始寻找事故发生的原因 比如是他们原装的 金装修原装的 我们买房子进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入住三年半来 从来没有对这个房子进行过任何的装修和改动 我们的工艺就是用大理石胶 把这个基础 把这个壁炉固定在一个固定的墙面上 据事故发生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由于龚先生和开发商至今没能见面 也缺乏权威机构的鉴定 事故责任至今也无法认定 目前开发商对小区所有业主屋内的壁炉进行了加固 并在公开致歉信中表示将承担全部责任 龚先生也表示下一步将诉诸法律程序 好 更多资讯员我们再来看一组民生快报 多家机构监测显示 上周上海楼市成交价格同前一周基本持平 均价逼近了2万元的大关 进入8月份以来成交量下降三成左右 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近几天北京几大家电卖场 液晶电视都在打折促销 降价幅度普遍在2% 30% 国产46寸液晶电视最低价已经跌破了7000元 合资品牌中52寸液晶电视最高出现了9000元的降幅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通报 广汽丰田和天津一汽丰田公司决定 自8月25号开始 召回部分凯美瑞 亚利士 威驰及卡罗拉轿车 这次召回是由于驾驶员侧的电动车窗 主控开关控制模板 在制造过程当中润滑枝涂抹过多 可能导致内部短路 车窗无法正常升降 极少部分会导致车门内饰板溶损 一批配备了新型逃生门窗的公交车 首次在深圳亮相 逃生车窗位于公交车中间部位的两侧 出现紧急情况 只要打开透明罩 拉动红色手柄 逃生窗就可以打开 车窗打开的角度超过了100度 还可以自动脱落 近日在安徽影上一条高速公路上 一辆大货车侧翻 车上运载的风箱散落一地 成千上万只蜜蜂 受惊飞出 将救援人员全部遮伤 十位专业养蜂人 在高压水枪的掩护下 紧急搬运风箱 经过紧急救援之后 三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 中断了18个小时的路段 恢复通行 赴澳门自由行签注 将于9月份起放宽要求 从现在的2月1签 放宽至1月1签 过去一年自由行访澳 按月同比下降了20% 预计适当放宽签证日期 可令跌幅收窄至10% 2009香港小姐竞选决赛 圆满结束 23岁的证券分析员 刘倩廷荣登港姐冠军的宝座 亚军被10号李兹敏获得 8号熊影师获得继军 9号袁家敏被评为最上进小姐 6号黄家丽获得国际亲战矫姐的称号 为期四天的2009第14届大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23号闭幕 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3个国家 536家企业的857辆整车参展 成交量和销售额都创历史之最 第五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 23号在上海颁奖 本届比赛共收到了来自五大洲 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万幅摄影作品 最终80幅200多张新闻照片获奖 其中中国摄影师邹森拍摄的《母爱地震》 获得最高奖项2008年度新闻照片奖 这是中国摄影师第一次获得 这项赛事年度图片大奖 陶先生把错误引用自己照片的网页 一以保存并打印出来 足足铺满了整张桌子 系数下来有十多家媒体 其中还包括主流的电视台 从职业到长相 两个陶建国都大相径庭 陶先生告诉记者 这张被错误引用的照片 是他以前担任上海南汇区 人大代表时拍摄的 曾公示在网站上 他怀疑有人搜索到之后 没有经过何时便张冠礼贷 随意进行了发布 严重扰乱了自己的生活 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 陶先生希望有关媒体能够及时更正错误信息 还自己一个清白 东方卫视特约记者周天通 上海报道 本周四 安徽和淮赋高速公路 影上服务区附近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装有200多箱风箱的大货车 发生侧翻 风箱内约600万只密封 一涌而出 引发了一场人风大战 这段高速公路的交通 也因此而中断了18个小时 当记者赶到现场时 高速交警 陆正执法人员 以及影上消防大队官兵 正在实施抢险救援 三名伤者被成功救出后 送往医院治疗 一辆大货车还横在路中央 后轮飞出近十米 地上散落着许多汽车零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个爬满了密封的风箱 风箱也毁坏 受了惊吓的密封漫天飞舞 由于油箱泄漏 再加上该车 还有一个巨大的天然气罐 如果在吊砖过程中 摩擦出火花将会引起爆炸 地面稀释燃油 并不停地给天然气罐降温 上午十点左右 受到惊吓的小蜜蜂 已经在太阳底下晒了四个多小时 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 所有参加救援的工作人员 全被蜜蜂遮伤 救援人员联系了 富洋蜜蜂养殖协会 请他们派出专业养蜂人 前来驱赶蜜蜂 中午十一点三十分 十位养蜂人赶到现场 由于地面温度达到45度以上 此时受惊并缺水的蜜蜂 变得更加凶猛 消防人员不断用高压水枪 掩护工作人员搬运蜂箱 直到晚上十九点左右 蜂箱才全部被转移走 蜜蜂也基本上被清理干净 随后事故车辆被成功拖走 中断十八个小时的路段 也恢复了交通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足球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 而世界杯则是它的最高舞台 然而作为亚洲体育第一强国 中国在足球项目上的成就 却始终都不能让人满意 2001年 中国足球终于突破宿命 杀入了世界杯 今天的新中国日记 带您回首那段往事 2001年10月7号 当新加坡籍主裁吹响比赛结束的哨声时 整个五里和体育场 整个沈阳 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中国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 以1比0战胜阿曼队 从而以五胜一平的成绩提前两轮出现 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等待后 中国人终于第一次冲进了世界杯 在此之前 中国队其13分熊区小组榜首 他们只要在逐场打平阿曼队 就将获得世界杯的入场券 比赛进行到了第36分钟时 李铁边路起球 经过了李肖鹏和郝海东 两次精准的投球百度后 杨成和于根伟双轨拍门 最终由于根伟倒地射门入网 中国队最终凭借此球 1比0击败阿曼 提前两轮取得了世界杯的出现权 回首中国人的世界杯之路 1982年由古广明和池上斌领先的天才之师 败在了沙特和新西兰的默契球脚下 1985年输给香港队的519 成为了无数中国球迷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1989年的韩国和卡塔尔的两次黑色三分钟 更是将中国足球钉上了耻辱柱 功夫不负一人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 这一次胜利女神终于向我们微笑 埋藏在国人心中许久的 那个冲出亚洲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5分 看东方正在为您直播 下面请江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最新的交通和气象资讯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及时的路况信息 现在从监控画面上来看 总的来说这个时间段的交通路况 还是比较不错的 出现红色路段的地方并不是很多 首先出现红色的是在内环 内环的这一段可以看见 是在龙华西路到宛平南路这一段 出现了一个红色 还有就是南北高架有一小段 另外在中环也出现了一小段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延安高架 延安高架在这一段 是出现了双向的黄色 也就是说通行会有一定的影响 是在楼山关路到宏许路的这一段 我们看一下路面的行驶情况 从监控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路面的车辆确实是比较多 行驶速度大概是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 双向都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一段行驶并不是很通畅 我们再看一下南北高架 南北高架出现 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段 是出现了红色的拥堵 那么这个是在洛川路到共和立交这一段 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上 那么通过这个画面 可以看见是在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比较拥堵的 好的 那么交通情况在这个时间段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上海今天是多云 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震雨或是雷雨 东北到东风3到4级降水概率70%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4度 明天最低温度26度 在您出门之前的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今天上海地区上下班时段的天气情况 上班时晴道多云 温度在27到31度左右 下班的时候呢 是局部震雨或是雷雨 气温在33到30度左右 另外上海明天多云 午后局部震雨 温度在26到35度之间 降水概率70% 后天是多云 午后局部雷震雨 最低温度27度 最高温度35度 降水概率70% 好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交通和气象信息 好的 谢谢江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稍后您将看到 重庆一汽车站 借车检便利 强行推销报刊和月并离合 东方焦点今天关注一起 在网瘾借除训练营 发生的死亡事件 东方新气象 由燕黄玉荣独家冠名播出 就是你 耶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上海今天天气比较炎热 午后局部地区仍有雷震雨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时段的新闻 首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 在昨晚结束的2009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女子马拉松比赛中 中国20岁小将白雪 以2小时25分15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这也是本届田径市井赛 中国队赢得的第一枚金牌 巴巴水灾重创台湾16处观光景点 道路游客最爱的阿里山 道路柔长寸断根本上不了山 截至目前至少有60个道路旅游团 延后上宝岛 而从各大旅行社9月份业绩来看 观光业至少跌了两至三成 造成1000多名儿童血迁超标的 湖南省武钢精炼猛矿场 目前已经被关闭 经环保部卫生部现场调查 多方取样检测已经明确 武钢精炼猛矿场就是污染源 目前在逃的该场法人代表柳中武 系武钢邵阳两级人大代表 相关部门拟取消其代表资格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家没有办理任何还评手续的 精炼猛矿场却能顺利投产 香港规划署与深圳市统计局的 一项联合调查显示 去年有61000多名香港市民 在深圳居住三个月以上 等集中在福田 罗湖和龙港区 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深圳购置房产 调查发现 居住在深圳的港人 约20%是经理及行政人员 6成以上在香港上班 需穿梭两地 超过7成的被调查对象表示 未来5年没有打算回港常住 上周四 安徽和淮富高速公路 引上服务区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装有200多箱风箱的大火车发生侧翻 风箱内约600万只蜜蜂 一涌而出 引发了一场人风大战 受到惊吓的蜜蜂 在太阳底下晒了4个多小时 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 所有参加救援的工作人员 全部被蜜蜂遮伤 由于油箱泄漏 消防人员还动用水枪冲刷地面 稀释燃油 并不停地给天然气罐降温 直到晚上7点左右 风箱才全部被转移走 蜜蜂也基本上被清理干净 事故车辆被拖走 中断18个小时的路段也恢复了交通 22号下午2点左右 一辆满载重油的油罐车 在广州南环高速方村路段 被一辆集装箱车追尾 车上的油罐被撞开一个缺口 50吨重油漏得只剩3吨左右 事故导致南环高速 单向塞车超过10公里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淮卫工人在地上铺满沙子覆盖油寄 据了解 事故现场周围并无裸露的饮用水源 自来水也没有受到影响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遗体告别仪式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2点 在如意岛国会前院 以国葬形式庄严举行 超过2万人参加了这场葬礼 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 为前任总统举行国葬 也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告别仪式 当地时间昨天中午12点 由金济南率领的朝鲜调研团 乘专机返回朝鲜 在离开首尔前 韩国总统李明博在清瓦台总统府 会见了朝鲜代表团 朝鲜调研团将竞争日的口信 带给韩国总统李明博 李明博在同朝鲜高级官员的首次会晤中表示 韩国政府将坚持一贯的对朝政策 好的 下面我们来关注最具影响力的 新中国体育人物评选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 我国著名的排球运动员汪家伟 欢迎大家登陆新浪网 为您喜爱的体育人物投票 汪家伟是中国著名排球运动人 教练人 1976年他入选国家队 汪家伟的身高 盘跳 爆发力 空中停顿的时间长 非常具有优势 以此为基础 中国队才发明了前飞 背飞 1977年 汪家伟参加第二届世界飞男子排球赛 他在往前打出的前飞 背飞等一系列快攻战术 震撼了世界排弹 赛后 他被誉为世界排弹第一飞人 以世界最佳快攻手 入选由世界飞组委会评出的 六人世界最佳阵容 世界明星队 这也是亚洲球员在世界排堂获得的为数不多的殊荣